本次立威格呈现的两件赵无极直奔水墨作品《无提》 陆属于法国建筑师保罗安德鲁设计的北京国家大剧院委任项目 当年由于项目方希望赵氏在作品中加入色彩而赵氏未能同意 项目因此取消,这些作品未能面试 照片记录下了创作的动人瞬间 他在巴黎郊外的工作室内将大幅宣纸铺于地板上 放松自由地赤足弯腰,纸笔完成了这些作品 在《无提》中,浓重的诗笔,非白,低画痕迹悬浮于白色宣纸的纯净空间之上 在无垠的空间中肆意流窜,仿佛自由而无拘束的多样灵魂 在画面角落处,艺术家用弹幕落下似柳叶水波的笔触 唤起微风和水的记忆 无提将西方由画抽象的表现思维融入水墨门类 将作品表于画布之上的手法 从呈现方式上改变了水墨的卷轴式观看传统 而赵无极将其铺于地板上的创作方式和作品的超大齿幅 从创作方式上革新了水墨浮暗而写的传统 并对水墨和中国传统之革新后来者予以启示 如果说纸本水墨绘画的力量源自黑与白的互动 油画作品211103作为相同时期不同媒材的有趣对照 则在多样笔触的使用中融入了蜿蜒赵无极 对名利色彩的大胆驾驭 蓝色调诗意梦幻 让人联想至水气阴晕 同时又在构图上营造出天弹银河垂地之印象 电蓝与湖蓝的交融结合 将画面重心落于右上方 如墨色湿笔并向左下渗入 坐入清淡色留白区域之时 轻盈空灵的笔触相对上方 质感显得略微干燥 有非白之趣 于人以水雾润雾细无声 或色料于笔端溶于水中的絮状飘渺姿态 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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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